这本书的名字叫《卡提林阴谋·诸古达之战》 这是一位作者,一本历史著作 其中,卡提林阴谋记录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斗争 而诸古达战争则记录了罗马和努密底亚王国在同一时期的战争 与之相比,卡提林阴谋更具现实性 所以,我要重新解释一下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您有兴趣了解古罗马历史 欢迎您阅读原书的后半部分 《卡提林阴谋》只是描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一场政治斗争,并不复杂 这本书看似是一个阴谋 实际上却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诊断 这本书不仅能窥见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生态故事中的紧急状态与常态政治 也能引发我们对当下社会与政治议题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卡提林阴谋通过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小切口 使我们得以透过当事人的视角 重新审视共和时代下罗马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时期 同时,这个发生于2000年前的故事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启示 法律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 但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法律以外的力量来保护 首先,我将简单地介绍卡提林阴谋的过程 然后我将着重分析以下三个问题 一位伟大的罗马制度设计给后世留下了什么伟大的经验 二,如此伟大的罗马共和政体为何会衰败 最终成为一个帝国 三,通过解读阴谋各方的反应分析紧急状态与正常政治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这三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罗马 也关系到人类在政治生活中永远要面对的问题 在后面的解释中 你将看到这些问题是如何在现代政治中反复出现的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 萨鲁斯特 萨鲁斯特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家 属于凯撒派 属于罗马的核心统治集团 后来凯撒遇次 失事退出官场 转而写史书 作为卡提琳阴谋的见证者 萨鲁斯特对事件背后有深刻的思考 他的立场相对客观而冷静 他想通过科技来诊断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败坏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着萨鲁斯特 一起来看一看这场阴谋的背景吧 卡特琳的阴谋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在共和国结束时 罗马表面上已成为横贯地中海地区的霸主 但内部却是一片混乱 作为一名没落的贵族 卡提琳召集了一群地痞流氓和他一样 想要竞选执政官 至于执政官的事情 我稍后会详细介绍 西塞罗是卡特琳最大的竞争者 许多朋友可能对他并不陌生 他不仅是古罗马一位重要的政治家 还是古罗马伟大的思想家 他对古罗马政治精神和政治思想的把握和表达堪称经典 西塞罗和卡提琳处处针锋相对 卡特琳恼羞成怒 多次设计谋害西塞罗 却始终未能成功 执政官竞选也未能成功 因此 卡提琳决定扩大阴谋的暴力程度 使其演变成暴力叛乱 甚至策划了对罗马城的武装袭击 冲进元老院杀害元老院 西塞罗得知这个阴谋后 宣布罗马共和国进入紧急状态 并处死了与他同谋的卡提琳 西塞罗自己也因此被部分人奉为祖国之父 但同时也被人诟病 被迫逃离罗马 我会在第三个问题中解释这个道理 卡提琳阴谋本身并不复杂 但是要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 就必须从罗马政体开始 你一定听说过罗马非一日之功 意思是说 罗马并不是有哪位国王一次制定的 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逐渐完善的 罗穆鲁斯是罗马城的创建者和第一任国王 他召集了一群流亡者来建造罗马城 后来为了扩大规模 广纳各地的人口 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只要你来了 就会承认你是罗马公民 不过也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新来的城邦 大部分都是生活不如意的人 或者是逃犯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甚至还会被人耻笑 为此 罗穆鲁斯还用阴谋绑架了城邦撒兵的几百个姑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罗马城在建立之初并不光明磊落 第一批罗马人的道德标准也远远谈不上高尚 但罗马却在慢慢地变好 这是因为后来的王都为罗马添砖加瓦 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 而在这个过程中 罗马人追求的是荣耀和自由 罗马政治制度也随着这一进程 而不断进步和完善 罗马从王政开始 王政的缺点就是不能保证每一位国王都是德高望重的 而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 在第七位国王的统治下 罗马人忍受不了他的残暴统治 最终驱逐了他建立了共和政体 从这一刻起 罗马精神的核心共和制开始了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将王政后的罗马历史写成了自由 自从罗马王权被推翻的那一天起 罗马就开始了自由 罗马人认为在未来没有国王 而罗马人则强烈反对他当国王 我们看得出来 即便是在帝国时期 乌大为这个真正的掌权者 也只是被授予了奥古斯都终身保镖的称号 虽然他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 但是在凯撒遇刺的先例下 他仍然不敢称帝 他给自己设定了共和国第一公民的身份 并且定义为恢复共和 关于这样一段历史的变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可以订阅李云老师的音频课 西方史纲武师讲 古罗马王政结束后采用共和政体 这三大政体是值得详细说明的 这三部分分别是执政官 元老院和公民议会 罗马人每年推举两位 执政官为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 掌管罗马的一切事务 战争时则拥有最高权力给罗马士兵和罗马同盟者 执政官只有一年任期 元老院由离任的高级官员组成 是共和国重要事务的一决机构 元老院有权分配 行省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 罗马公民参与政治和立法的几个不同的公民议会 听到这里 你也许会觉得眼熟 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政体 可以说是罗马制度的后裔 美国建国之初 以罗马为参照 总统 参议院 众议院 执政官 元老院 公民大会 都有相应的影子 就连美国参议院 和罗马元老院 也使用同样的词汇 美国立宪时 曾提出过一项建议 要求参议员终身任期 就像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一样 因为美国的开国元勋认为 参议院应该是有智慧 有道德的人 而不是为了取悦民众 而是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 而努力 我觉得 有一件事是对的 你们都错了 我也错了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 需要一些具有实践智慧和判断力的人才 这些都来自于罗马 关于判断力的重要性 我会继续讲到 这是第三个问题 罗马制度 是一种极具政治智慧的制度 根据另一位史学家 波利比乌斯的分析 执政官 元老院 公民议会三方共存 内部相互制约 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 对外则是团结一致 团结一致 凝聚各方智慧 在罗马早期 由于这种制度的保障 它一直在不断地扩张 当时的经济增长 并没有太大的内在动力 实际上 罗马扩张的一部分是主动的 另一部分 则是在帮助盟友作战和防御的时候进行的 这个时候 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制度设计之外 对新征服区域的管理也非常巧妙 总结起来 就是因地制宜 愤而致之 比如 罗马人对待雅典和西西里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罗马人把统治雅典的马其顿人赶走之后 对他说 现在你们自由了 只要你们为我服务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不派总督 你们自己留着吧 但西西里却没那么幸运 成为了罗马的行省 还得向罗马上浇粮试水 为什么罗马共和国会 在喀提林阴谋发生的时候 逐渐衰落呢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我将带你们去找出罗马共和国衰落的原因 共和国后期 内乱频发 发生了许多骚乱 比如冲进元老院 冲进议事厅 自相残杀 甚至在神庙里大开杀戒 包括卡特林煽动武装 准备血洗罗马 在阿比安的罗马历史中 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些情况 那么造成这些混乱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 首先 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 原本属于共和国的军队 变得高度个人化 从而对原有的共和制度 产生了冲击 第二 财富的大量涌入和外敌的减少 削弱了罗马人对荣誉的追求 这正是萨鲁斯特 对罗马共和衰败的原因 所做的诊断 道德败坏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军队的高度个人化 随着疆域的扩张 为了维持一个庞大的秩序 很多将军都需要常年助手或者征战 久而久之 军队和将领之间的依附关系 就会越来越强 军队也会越来越强大 个人化 当一名将军 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基础时 他还需要寻求政治上的力量 来保证军队的利益 比如为退伍军人谋一块肥沃的土地 安度晚年 这就促使他开始冲击原有的权力格局 以武力谋取利益 如此一来 共和制也就无法真正约束将领们了 军事力量在卡提林阴谋发生之前 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他随着罗马共和国的不断扩张 而逐渐显露出来 在古罗马共和国后期 有一系列具体的人物 推动军事力量颠覆共和制度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凯撒 李云老师说过 苏拉比凯撒还要早一些 苏拉在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 曾率军攻打罗马城 并直接写信给元老院 控诉当今罗马腐朽不堪 要求元老院恢复一种叫做独裁者的 古老官职 独裁者是共和国早期面对外敌时 临时任命的官职 这个官职主要是为了使权力高度集中 使决策能更快地适应战争需要 但当时的独裁者只是个临时工 任期只有半年 半年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都必须卸任 古罗马历史学家 李维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 一个人在家种地 一群人走到他身边 对他说 现在我们需要你 你去当独裁者 于是 他放下锄头 跟了上去 但苏拉要求他的独裁者 没有任期限制 因为他不知道要多久 才能恢复秩序 没有时间限制 独裁者的权力 就会被无限放大 但现在元老院拿苏拉没办法 只能答应下来 如果他不答应 苏拉说不定会直接杀过来 回到罗马后 苏拉杀了不少政敌 扩充了元老院 当他觉得共和国 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的时候 他主动放弃了权力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共和国之所以没落 除了因为他对将军们的 约束力变小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美德 萨鲁斯特在他的文章里 从技术阴谋发生之前的 罗马历史开始 以此来颂扬以前的 罗马共和国的伟大和罗马 如何从最高尚 最公正的城邦眼 变成最邪恶的城市 萨鲁斯特认为原始罗马人 勇敢公正 他们不知道贪欲为何物 而现在则 完全被贪婪所支配 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 越来越强烈 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它消灭了一切高尚品质 使许多人变得虚伪 为了一己私利 可以抛弃荣誉感 不择手段 在罗马共和国初期 人们需要征战四方 他们把荣誉看得很重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 通过征收各式各样的赋税 大量的财富涌入罗马 奢侈逐渐成为一种风气 上层比拼的不再是战功 而是比谁的庄园更漂亮 谁的妻子更漂亮 罗马城刚建立的时候 周围都是强大的敌人 所以罗马人一直保持着警惕 不敢自大 下意识地就会下意识地 衡量自己的财富 应该用来抵御外敌 而不是用来享乐 对外战争的压力 既能缓解国内矛盾 又能塑造光荣 淳朴 注重时效 严守纪律等优良品质 但现在 没有了强大的外敌牵制 所有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 挥霍自己的财富 同时 他们也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 不需要再去努力了 人们对荣誉的追求 被抛住脑后 道德问题越来越多 萨鲁斯特深深地感受到了 罗马的堕落 他的先辈们对荣誉的追求 共和国之所以叫共和 是因为它是大家共有的 随着贪欲的增长 它逐渐成为私人野心的目标 为什么以前的罗马打得那么好 因为当罗马面临危机时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会为这个国家占 一旦被贪欲所挟持 人们对共和精神的淡漠 再加上生活奢侈 外敌减少 共和制逐渐衰弱 最终导致 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军事 经济 政治危机 事实上 对于罗马共和 走向衰败的原因 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就在于此 萨鲁斯特希望用这个故事 来唤醒人们的警觉 让他们回归道德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里的 一个有趣的细节 我觉得这个故事 可以映射到现实社会 引起我们的思考 萨鲁斯特在说的最后放了四片 西塞罗反喀提林的讲演 从中可以看出西塞罗处理 喀提林阴谋的过程 在第一篇中 西塞罗只是表示要驱逐喀提林 但是在最后一天 他的态度已经演变成 要直接处死喀提林的同谋者 西塞罗在第一次演讲中指出 罗马极少采用死刑 顶多是流放犯人 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 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 已经是很严重的惩罚了 在第四篇演说中 西塞罗认为 共和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必须启动国家紧急状态 对于喀提林同谋处以死刑 这是紧急状态下相应的 非常规措施 在这样的选择下 西塞罗虽然粉碎了喀提林的阴谋 获得了祖国之父的称号 但他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处死 这完全违背了罗马公民身份的和平预设 这一事件 也可视为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 后来 西塞罗觉得事情不妙 便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离开了罗马 西塞罗在处理这件事时 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 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紧急状态与日常状态之间 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点 我想问一下 古罗马执政官的权力 象征着法西斯主义 不要把他理解承默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而是借用了古罗马的名字 古罗马法西斯主义 是把一把斧头夹在一对树棒上 象征着执政官的权力和威望 城内执政官出行 所有人都要避开 有味道的人扛着法西斯 但城内没有斧头 只有出城才有斧头 也就是说 只有出了城 才有资格杀人 罗马城是个和平之地 所有人都生活在这里 公民们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保护 就算你犯了什么错 我们也会按照法律对你进行审判 而不是把你当成敌人 紧急状态就相当于法西斯 在城内加了一把斧头 如果我认为你威胁到了共和国的存亡 那么你就是我的敌人 而不是罗马人 因此 在紧急状态下 人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如何防止行政权力侵害人民 这不只是古罗马的问题 而是贯穿古今的问题 比如十一分之九事件后 美国也像西塞罗一样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国土安全局的权力被无限放大 我想监听哪个公民 就听哪个公民的隐私 因为反恐和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 如果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中 人民的公民权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假如你敢去开会的时候 忽然被人拦住 要求检查车辆 你正和家人吃着温馨的晚餐 忽然间 军方要求搜查房子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而且 如果某一特定时期内 允许某一群体进入紧急状态 而其继任者另有图谋的话 就会成为一把非常锋利的图刀 一旦宣布紧急状态 我就可以重新定义公民身份 如果我说你是敌人 那你就不是我的同胞了 法律也保护不了你 在政治上 滥用紧急状态会导致政治清洗 我把你定义为叛徒 那么你就是必须消灭的敌人 但紧急状态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如果对恐怖分子或侵略者讲法律 他们就是不听我们怎么制止 这个时候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超越法律框架的东西来保护人民 在超越法律约束的危机中 紧急状态能够解决日常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 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紧急状态和常态缺一不可 常态反映了我们安定的生活 紧急状态则是我们面对紧急情况的有利武器 法律作为一种常态下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在紧急状态下 判断我们的权益是否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也要用法律来判断 紧急状态又可称为政治状态 政治与法律是分开的 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认为 政治意味着区分敌我 法律保护自己人 法律秩序是维持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能随意打断 否则就会破坏法律 如果法律不起作用 紧急状态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紧急状态的紧迫性 表明它已经脱离了常态 一旦紧急状态成为常态 那就是大乱 谁都可以利用紧急状态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所以紧急状态是必不可少的 但也只是暂时的 通过讲述西塞罗的所作所为 萨鲁斯特实际上讨论了紧急状态 根据萨鲁斯特的说法 当时凯撒认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 直接采取紧急状态 除死卡提琳的同谋者是很危险的 依我看 在紧急情况或例外情况下 必须竭尽权力确保其不受滥用 除了在时间上限制独裁者的任期限制之外 古罗马人也应该努力 把紧急状态决策和执行交给具有政治智慧和追求正义的人 把权力交给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人 好了 这本书的内容就这么多了 让我们来做个总结吧 卡提琳阴谋的结构并不复杂 主要讲述的是落魄贵族卡提琳在争夺执政官失败后 试图通过谋杀和政变篡权 甚至推翻罗马共和国 最终被西塞罗和元老院击败 但是 就是这样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 从这场动乱本身 我们不仅可以分析 罗马共和国末年的衰败原因 还可以看到傲慢和贪婪 给罗马带来道德败坏和政治衰落 同时 也可以对紧急状态与常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萨卢斯特想亲眼见证 并控告罗马衰落 罗马之所以能够崛起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指的是 罗马执政官 元老院 公民议会 三者相互制约 既有决策能力 也有政治智慧 而一旦战争结束 失去了外敌的鞭策 庞大的军队 大量的财富 摧毁了他们的统治 让他们失去了对国家的担忧 让他们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放松 但共和国成立之初 四处征战的历史 决定了罗马人必须要有所追求 在这段时间里 人们对荣誉的渴望与日俱增 为了权利和财富 他们会不择手段 残忍到极点 于是 这个国家走向了腐朽的社会 人民的生活艰难 社会的混乱 这让萨鲁斯特非常的心疼 同时 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卡提林的阴谋 紧急状态和常态之间 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紧急状态是必不可少的 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 的确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这就是所谓的特殊时期 特殊的政策 紧急状态应该是为了保持常态 所以紧急状态的持续时间 必须有所限制 紧急状态下 决策者的选择也很重要 权力越大 责任责任越大 紧急情况下 决策者最需要的 就是对公平正义的审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